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内部审计搭上一点点 那社会审计会不会搭上呢 会搭一点点特别的少 因为像我们在事务所承接审计业务 也会有一些我们政府审计业务委托出来 也会去有一些 但是毕竟还是不一样 因为其实呢从我们的社会审计和国家审计之上来进行区分 这两者啊 他们遵循的法律依据都不一样 所以自然而然呢 其实关联度呢不是特别的高 但是又从我们的整个的体系上来说 那不聊这个社会审计也不行 所以其实我告诉大家 在我们教材的前几个章节 这种理论性章节的时候 它都是按照这三个主题来展开的 起到是对比的作用 而这个对比作用呢 就起到在考试当中互相干扰的作用 好 那我们接下来言归正传呢 你看一下 针对于第三节社会审计组织 它能够考到的考点清单 第一个呢 也是让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社会审计组织 它的一个设置和它的组织形式 也在探讨它的组织架构 这个相对的呢 偶尔会出过题目 偶尔出 好 再者 就是我们社会审计业务的范围 社会审计业务范围 这个它起到什么呢 起到干扰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主线在考谁 在考国家审计 在考我们也偶尔考到内部审计 对不对 那它就会问到什么呢 问到我们的业务的范围 包括也会有这种权限 所以其实我可以告诉你 这两个考点的存在 基本上都不会去算作 我们第三节的一个考点 我是不会把它算作我们第三节的考点的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它最多是作为一个选项 出现在我们第一节第二节的考题当中 因为本身呢 这个社会审计啊 就是一个天搭的 它呢 更多的是干扰到我们的一个学习和备考 更多的是干扰 所以起到干扰的作用 所以这两块是一颗星 另外呢 还有就是我们社会审计人员的法律责任 社会审计人员的法律责任 那我们看到都是一颗星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考点 围绕着社会审计组织的设置和组织形式 那你想想 这个社会审计组织 其实就针对于什么 这个社会审计 我们更多的就是CPA 注册会计师的审计 对不对 那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就听起来非常轻松了 所以说呢 针对于我们 它的这个社会审计组织 就指的是经有关部门 审核批准设立的会计师事务所 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会计师事务所 好 另外呢 如果说你在探讨组织形式时 那么其实当你发现 它不就指的是快计师事务所吗 那这个组织形式不就指的是 事务所的组织形式 对不对 那你看一下 针对于我们事务所 曾经采用过的组织形式 包括独资 包括独资 普通合伙 有限责任 和有限责任 合伙 四种类型 那这四种类型的其实也是跟大家在学习我们的法律部分相关啊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分别看一下 第一 第一个叫做独资会计师事务所 那么针对于独资会计师事务所 是个人独立 开业 出资的是 出资会计师 就是咱们考案CPA的证啊 这个出资的是CPA 出资会计师 那么必须承担什么 无限责任 那么他有什么优点 他的优点是对于职业人员的需求不多 容易设立业务灵活 能够有什么 代理记账啊 税务服务 满足一些小型企业的服务需求 那你看了 这是他一个优点 他优点什么呢 邀请没那么多 说白了 你就考下来CPA这个证 就OK了 懂吗 你这个出资会计师 你就有一个资质就OK了 其他的呢 资质就要求很低了 但是他有缺点 怎么讲 一个人出资 那么难以形成大规模 所以你发现了 我一个人对标的就是什么 对标的是小型企业嘛 对不对 爱对标的小型企业 所以呢 他也没有去能力去承担大型的业务 所以在业务承接上 他比较爱受到局限 好 再者 第二 第二是什么呢 是普通合伙制会计师述所 现在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哎 现在比较常见的是 哎 有一些普通合伙 也有一些特殊合伙 现在我们比较见到这个述所 有普通合伙 有特殊合伙 那什么叫做这个普通合伙呢 合伙 你看这个词 这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特色 不用背啊 合伙合伙呢 肯定是两个人一起合起伙来干 或者是两个人以上 对不对 所以你发现了 他是有两位或两位以上的住宿外师 组成的合伙组织 对不对 而那么两人两人以上 形成了一个合伙组织 那合伙人就得出东西啊 出什么呢 出各自的财产 他以各自的财产 对我们事务所的债务承担 无限连带责任 看到了吗 哎 所以这种情况下 那在我们看来 和刚才的比起来 他的优点就比较明显了 什么优点啊 这人多好办事 人多好办事 而且呢 人多呢 大家 举例啊 一起使在一起 这个借往一处使 那自然而然就会有什么 就会有共同利益的趋势 可以促成我们事务所 强化专业的一个发展 扩大什么呀 业务规模 对不对 这样的话呢 他总比刚才的一个人扛事 要强一些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他有互相的风险的牵制 好 但是 他有缺点 人多好办事 规模大 干大事 干大事 这个责任呢 他依然承担的是 无限连带责任 你发现了吗 依然承担的 无限连带责任 所以说呢 这个所有的合伙人 都承担无限连带 那什么意思啊 咱俩合伙干一个事 那其中一个合伙人 在职业当中 有种过失舞弊 那咱俩一起受到牵连呀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地方 他也会有缺点的 因此 你这个无限连带 灭顶之灾 这都怎么来的呢 像现在有这个事务所 你看你看人出个报告 出事了 人让你赔他 赔他 你看不是我干的 他干的 但你们俩合伙一起的呀 对不对 就会说牵连 对吧 好 再者 第三个 叫做有限责任 公司制 快制事务所 哎 这个目前来说 现在越来越 哎 有流行的趋势了 啊 现在越来越有流行趋势 是什么呢 他是由我们的住宿外师来认购 会计师事务所的股份 并就其所认购的股份 对事务所承担有限责任 他其实就跟我们公司法中 成立的公司有点像 所以他叫做公司制事务所 他其实就是借鉴了我们整个公司的组织架构 组织形式 哎 应用到我们事务所当中 发现了吗 哎 那当然我现在说了 这个有这种趋势 当然这个也是从西方引进到咱们国家的 他有这种趋势 有这种发展趋势 哎 他的优点是什么 那他优点就是秉承了这种公司制的一个形式 对不对 那么有人认购股份 所以他就聚集了一大批的住宿外师 而且呢 要规模也有规模 他能够承接大大型的业务 对不对 哎 但是我问大家 你发现 他的这个责任是个有限责任 那么就降低了风险责任 对住宿外师职业行为的高度制约 那么弱化了个人的责任 怎么讲呢 因为我没有什么可惧怕的了 像刚才我特别怕成什么 我刚才特别怕承担这种无限连带责任 受到牵连 对不对 我怕受到牵连 但是现在来说 针对这个有限责任 我是承受不住的 哎 这个有限责任 你看 我就承担这么点责任 他扛不住这个风险啊 哎 谈成事了 谈成大事了 我就承担这么点责任 所以他就热化了我们个人的责任 对不对 你想想 干一件事 你如果承担无限连带 和干一个事就赔这么点点钱 那你觉得呢 付出的代价就比较少了 所以后者就弱化了咱们个人的责任 对不对 哎 清楚了吧 好 再者 再者 那么有限责任合伙制事务所 那么有限责任合伙制事务所 是指的什么呢 指的是我们事务所 全部的资产 那么来承担有限的责任 合伙人呢 对个人职业承担什么 无限责任 看到了吗 哎 等于说事务所就其资产承担有限 合伙人承担的是无限 那我跟大家这样讲 那最大的个点在于融入了谁 融入了刚才普通合伙中的无限 和我们刚才有限公司制的什么呀 有限 对不对 哎 把两个集中在一起了 而且也摒弃了他们不足 因此呢 刚才我说过了 我们的事务所在转型 像我们的四大 四大 还有一些国内的一些内资所 开始向有限责任合伙 那进行一个转型 那这就成为什么呢 这成为当前的一个发展趋势 所以兴许在考试中 问到大家一个事 你要知道 有限责任合伙制 是成为当前的一大趋势 哎 现在呢 四大在纷纷的转型 内资所也在做 所以刚才我也就提到了 他说我们曾经啊 比较多的是普通合伙 但他现在转型呢 对不对 转型 转型呢 就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历程和过程的 相信他慢慢慢慢的都会有这样一个转型的过程的产生 明白 好 接着我们再来探讨一下 事务所的组织结构 刚才是他的组织形式啊 那么事务所的组织结构呢 他叫做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 是什么呢 这是金字塔嘛 他底下的直级的人比较多 越往上就越少 哎 越往上就越少 这就是金字塔形的 那最底下的人叫什么呢 最底下人叫做助理人员 一般经验呢 是在两年之内 那么完成绝大多数的具体工作 就是针对布置的事 他去做 哎 那么 像大家如果说到了事务所 都是从助理人员做起的 两年之内都叫做助理人员 有些人进程都会快一点 然后再往上到了我们的高级审计师 项目经理 两到五年 那么你想想高级直级就会高一些 还有项目经理 经理就会有一些管理的协调工作 哎 就会有一些协调监督 以及复合现场工作 哎 但是这种情况下 两到五年叫做项目经理 那并不是我们直级最高的啊 那再往上呢 叫做高级经理 具备五到十年的工作经验 负责协调与客户的关系 所以叫做高级经理 那并且呢 也会帮助我们的高级审计师计划 管理项目 复合高级审计师的工作 哎 那你看 等于说比他级别要高吗 而且呢 在事务所之间呢 我们这种等级啊 一般都是高级级的 复合低级级的工作 所以如果说你要知道这个 高级级复合低级级的工作 那必然你就应该知道 高级经理是帮助高级审计师 计划 复合高级审计师的工作了 对不对 而另外呢 我们的高级经理啊 他可能会同时负责几个客户和项目 哎 另外呢 其实我跟大家这样讲 像我们大家有考CPA的 考CPA的情况下呢 针对于你考取了CPA 然后就能够自己去负责项目了 那那个时候你的职级就叫做什么呢 高级经理吧 知道吗 好 再者 再往上晋升 十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那将会对你负责的项目承担最终的复合 参与到重大的决策 那这时候你会晋升到我们事务所的合伙人 而这个合伙人呢 将是事务所的一个所有者 对执行的业务 服务承担最终责任 那其实呢 在这里面呢 我还是比较有资格去讲这个东西的 因为其实呢 我当时也是最早 从我们事务所的助理人员 做到我们的高级 我们当时没有叫做高级审计师啊 我们是由助理人员 然后审计员 然后高级审计员 我们不叫高级审计师 高级审计员 然后呢 有我们的项目经理 高级项目经理 再到合伙人 所以其实呢 我在去年在我们网校 讲这个课程的时候 是刚刚 从我们的高级经理 达到了我们的这个合伙人 所以其实有同学也问 这么忙 你有功夫来讲课程吗 那有这个课程还是不少的 其实呢 也是我们整个的一些 这个工作 这个就不会像 以前我们那样 去做底下的低稿啊 所以这些具体就工作了 所以由此你看到了 这叫一个什么呀 金字塔式的一个组织结构 对吧 爱组织结构啊 好 来 那当然呢 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复合工作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事务所 刚才提到了一个责任 所以为了保证 我们审计工作的质量 事务所普遍建立了 工作底稿的层层复合制度 那么这地方 我们就叫做工作底稿的复合 爱工作底稿的复合 你想想 刚才我们都说了 有承担那种 无限连带责任 那你觉得呢 我们如果说是合伙制的 我承担无限责任 责任有多大呀 那如果说我不进行复合 一旦出了事 那我容易去担上很大的一个责任 所以因此我们就会对他的这个责任 进行一个降低 就要对低稿进行复合 所以你发现了 高级审计师项目经理 对所有的助理人员 进行详细的复合 而那么高级经理 对高级审计师项目经理 他的工作项目做重点复合 合伙人将我们整个审计项目 进行最终复合 所以刚才我说了 这个在我们事务所里面的规定是什么 直级高的复合 直级低的工作 那这个地方你还用备吗 不用了吧 对不对 像刚才我这给大家讲的 底下是助理 上面是高级审计师 项目经理 再往上是高级经理 再往上是合伙人 所以你会发现 只要你把这个直级弄清楚了 知道这个金字塔的结构 那么针对于这个工作低稿的复合 你只需要清楚啊 我们需要对所有人员的低稿 都要进行复合 那么他有直级高的 复合直级低的 经验多的 复合经验少的 这也不矛盾呀 对不对 因为本身那个金字塔结构 就是按照经验的年份 经验多的 复合经验少的工作 对不对 这个大家都清楚了 好 那刚才是我们的考点一 他介绍了我们整个 事务所的组织形式 以及金字塔的这个组织架构 对不对 好 来 再看考点二 考点二呢 将介绍的是 咱们整个事务所 它能够承接到什么业务 就是社会审计组织的 一些业务范围 那么针对于这个地方来说 刚才我们也提到过 说它的一个出现 是为了辨析 区分 跟我们的国家审计 和内部审计 对不对 所以呢 并不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经常会考到的 因为像我们这些 就算考CPA的 其实都不会去考 大家都知道 你看啊 我国事务所的业务范围 包括审计业务 和会计咨询 和 会计服务 像一般我们在 事务所上班的 把这个审计呢 要征证为什么 见证业务 然后这种咨询和服务 叫做非见证 哎 我们也会有这样的 一个分类 见证和非见证 那当然呢 其实这个见证业务 它是有更加严格的要求的 这个见证业务呢 怎么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呢 它就跟这个珠宝 鉴定是一样的 它得是要求有客观 专业 独立 所以说呢 像我们的审计业务 非诸宿坏师不得承办 那这个什么意思呢 像比如说 我们大家也有同学 在考CPA 考完CPA 拿了这个CPA的证书 你才能够有资质 去做我们的审计业务 如果你说 我一天到晚的 就在这个CPA的备考录上 一直在考试 一直没有通过 那么 这种情况下 你就不是诸宿坏师了 那你在我们事务所中上班 你只能做什么呢 你在事务所上班 只能做这种咨询和服务 就提供这种 非见证 非见证业务 好了 那么我要对业务所区分啊 比如说你看 针对于审计业务 审计业务就审查财报 出去审计报告 另外呢 也可以去验证企业的资本 就针对于我们企业的验资 出这个验资报告 另外呢 像我们在这个企业 办理这种合并 分离 清算 那得去干嘛呢 得摸清家底啊 你并下来了 分离了 闹分家了 清算散伙了 那自然而然 你要执行什么呀 审计业务 出去报告 所以这些都是审计用 好 再来看 你看这些 这些作为我们的会计咨询 会计服务 刚才说了 叫做非见证 他不需要那些 他不需要那些 CPA的资质 比如说 他可以去帮着我们的企业 设计我们的财务会计制度 培训会计人员 包括也会给到一些企业 担任会计顾问 所以呢 包括咱们大家后面学习这种实物性的内容 我会给大家分享我很多 审计的实战的案例 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资讯的案例 那这些呢 有资讯 就是对于我们的会计呀 财务呀 税务方面 有这种管理咨询 比如说 像企业在合并的时候 那么大家就会说了 哎那我以什么样的合并方式呢 我们是控股合并呢 哎 还是有些专业数叫 叫吸收合并呢 哎 或者是我们说是新设合并呢 他就会问我们说 哪种合并方式 税负最轻 哎 税负最轻 那就会给大家做这种咨询 这种就叫做我们的会计咨询 会计服务 另外像代账 像代理的纳税申报 像有很多企业做税收筹划 那申报表的填写 那么还有一些纳税申报的相关工作 以及像注册登记 像资产评估 那么也有一些参与可行性的研究 那企业做一些调研呀 分析呀 需要一些数据支持 我们也可以去给他提供这些咨询和会计服务 那自然而然这些就叫做非见证 明白了吗 哎 这个叫非见证啊 好 那么来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考题 下列各项当中属于社会审计组织业务范围的是 谁属于单选题 A 对未来事项可实现的程度做保障 对于未来做成组 B 代行使被审单为部分管理职能 这个不能的 2 我们注册外师审计 包括咱们前面都提到过独立性 这怎么可能呢 代为旅行部分职能 那是不可能的 好 再者 C 验证企业资本 出具验资报告 这个是可以的 对不对 另外呢 对被审单位违反会计准则的事项进行处罚 你是有这种处罚权利吗 没有 而那么我们应该知道 事务所跟我们的甲方被审单位 它其实也是平等的关系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像这些题目 就是我们审计师的考试中 比较基础 比较简单的 对不对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要件答案应该是C选项 它可以考到我们的业务范围 对不对 好 接着 再来看考点三 围绕着我们社会审计组织的权限 哎 那么这个权限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这个 刚才不是讲的业务吗 这个业务的受理 它会不会受到一些 这个地域的限制呢 行业的限制 其实这个都不会受到任何的限制 所以你看到了 针对于事务所受理业务 不受到行政区域 比如说 孙老师在北京的一家事务所 他也会有一些上海的业务 我在上海有很多的这个顾问的客户嘛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在江城湖一带 我有很多的顾问客户 就没有受到这种行政区化的限制 然后也没有受到行业的限制 也没有说 这个我只做一些这个金融行业呀 或者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制造行业呀 它没有行业限制 那个只要我自身的专业胜任能力 它够 那我能够在承接的情况下 能够胜任 OK就没有限制 对不对 那所以说呢 大家看到了办理业务的时候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是不得干预的 对吧 好 另外呢 咱们再看啊 像刚才我们提到了 有见证业务和非见证业务 对不对 那如果说它涉及到我们的见证业务 如果是要见证业务呢 大家以后经常会出现 见到什么 审计报告 对不对 所以刚才也提到一个责任的问题 那作为事务所 向委托人提交的审计呀 查证 见证 验资报告 那作为我们的事务所 就要对这个报告的内容 真实和合法性 进行什么 进行负责 所以出错也是对执行的业务 包括你执行的秘密 要付有保密义务 这个还会有后续的讲解 那你看看 咱们后面是有章节 叫职业道德 职业准则的约束啊 所以其实就告诉大家 事务所你出的这个报告 你要对报告负责 那一旦出事了 刚才不说了吗 要承担责任 对不对 另外呢 你在做审计业务的时候 会接触到很多被审计的一些秘密 商业机密 那这些秘密商业机密呢 我们也是付有这个保密的义务的 对不对 付有保密义务 好 再者 社会审计人员 要不要担法律责任呢 其实呢 针对于我们所说的 判断社会审计人员法律责任 那要受到法律的约束 那针对于我们注册外师 事务所来说 他遵循的这些成文法 都有什么呢 像中华人民中国国 注册外师法 刚才我说了 他跟这个国家审计的 适用的法律都不一样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外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还有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及刑法等等 好了 那这样的情况下 咱们要做对比了 所以我可以告诉大家 更多的考试是要对比的 都讲了法律责任 对不对 前面 我们在第一节 讲了国家审计的法律责任 也讲了内部审计的法律责任 对不对 那你发现了 针对于这来说 像我们作为社会审计 那这个地方呢 刚才我在前面特意的讲了 是什么东西呢 说的是我们任何单位 个人不得干预 说到了什么 说到了被审计单位 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甲方 甲方 和我们的这个事务所 我们一般是义方 那么我们甲义双方都是什么呢 平等主体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平等主体关系上 那一旦针对于我们的法律责任 那就会出现什么呢 就会出现我们的民事责任 就会出现我们的民事责任 所以说呢 在这里面 你想想 我们的国家审计人员 行政责任 说严重了 刑事责任 不包括谁 不包括民事 对不对 然后另外呢 像针对于刚才我们的内审 内审呢 是先内部 先内部先处理 然后涉及到情节严重的 也会有我们的这个刑事责任的一个处理 对不对 所以那你想想这里面 我们针对于三大主体中 谁又会设到民事责任啊 只有我们的社会审计人员 好了 那怎么记呢 当然我希望大家通过我的讲解 你能理解平等主体 对不对 那么 那你如果说不理解 那我也有口诀的 社会 社会上是不是有人民多呀 社会民事 社会民事 社会审计中是有一些民事 社会中离不开那些人呢 离不开人民呢 那大家 人民民事责任 能懂了吧 哎 这个也能够去理解了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这道考题 为什么要做总结 为什么要做这个支点链接呢 因为他考过 说下列有关审计人员 法律责任的表述 正确的是 关于审计人员 法律责任 那你看啊 A 内部审计人员 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不一定吧 对吧 B 判断社会审计员 法律责任的依据 不包括刑法和公私法 对吗 不对 刚才有的 好 另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你注意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这是什么 国家审计 政府审计 对不对 那么他的法律责任 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对不对 对的 而那么他没有什么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所规定的责任 包括了国家审计 社会审计 内部审计 注意了 这里面没有谁 社会审计 你看到 所以真的让大家去改 这个选项 有点难 但是让大家选 能不能选出来 对不对 所以大家看这道题啊 真的让你改 可能有能说 老师 我没你这水平 记不住 改不了 那你记不住改不了 没关系啊 那你能不能 把他的一个 正确错误分辨出来呢 对不对 能不能把正确错误分辨出来呢 所以在这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针对于内审 刚才说了 你内部要进行处理 但是严重了 也要担法律责任 移送司法机关的 对吧 然后像我们的这个社会审计呢 他有公司法 有刑法 没有说 没有是条刑法 那像我们审这个上市公司 公司法肯定是要必备的 对吧 好 再者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这个更加强的是国家审计 他呢 没有包括谁 没有包括我们内部审计和社会审计 对不对 所以呢 作为这道题的解析部分 大家看一下 那也就是提醒大家 你们看到没有 每一个前面的那个法律责任 我都是一颗星 但是他会一起考 要需要对比 变析 三类主体 对比变析 三类主体 所以你哪个地方有点闪失了 可能知道自己就做不好 做不对了 对不对 那这个大家呢 是需要适度关注的 对不对 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第三节介绍完了啊 把第三节介绍完了 所以这三节呢 是按照我们的三个主体 分别展开介绍的 对不对 按照三个主体 分别展开介绍的 那当然呢 在前面咱们梳理这个思维导图的时候 是不是还介绍了一个第四节啊 但是第四节呢 我就不给他单出来一讲了 因为第四节呢 其实有简单的一个考点 就是什么呢 刚才讲了有那么多的责任 那刚才讲了那么多责任 咱们怎么要去防范 防范省级人员 法律责任的对策 就是说 咱们怎么防范于未然 怎么防他们的法律责任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最多是一道题 最多一道题 第一 防范法律责任的对策 第一个什么呢 明确被审单位的责任 和审计组织责任 叫什么 彼此明确责任 这么说吧 你要防 爱你也要明确 哪个你负责 哪个我负责 咱们各尽其职 各司其责 对不对 好 再者呢 严格遵守职业道德 规范 职业准则 同学们 后面章节是不是要该讲 职业道德准则 规范准则了 所以他也是防范措施之一 防范措施之一 再有呢 像可能你不知道 这是不我的责任 咱们可以聘请专家 法律顾问呢 你给我咨询 这事如果你要告诉我 违法乱纪了 我可能不干了 对吧 再有 深入了解 被审单位的情况 坑挺深的 那我可能不会去进入的 不会去接触他 对不对 防止呢把我自己卷进去 另外呢 为审计人员提供充分的职业培训 职业咨询 那我问大家 审计师考试考什么呢 这不也是给大家做培训吗 对不对 好 还有就是建立我们的 审计质量控制制度 那就是有这个质量的一个约束 质减的一个标准 制控的制度的这个和建立 所以我告诉你 这个地方 你别看这个知识点 它就只有一颗星 但它对我们未来的后续章节 有很大的贡献作用 看看后面章节 有没有职业道德 职业准则 有吧 看看后面有没有质量控制 质量的制度 有吧 所以等于说这两个 最有实质性的防范的对策 那么在这提过之后 后续章节还会接上 而别的什么专家呀 法律顾问啊 咨询啊 了解啊 我有明确责任啊 这些书的说的都是什么 说的就没有什么展开的余地了 能够区分辨认就好了 知道吗 爱能够区分辨认就好了 所以其实呢 在我们的课程当中 你也能够体会到 它内在的一个逻辑性 对不对 爱能体会到内在的逻辑性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道题啊 针对这个内容 它也就是一道考题 它说了 为了防范审计风险 审计人员可以采取的 对策是什么 爱可以采取对策 A 明确会计人员 审计人员的责任 对不对 明确责任 B 严格遵循职业道德 规范和职业准则 有没有 有的 C 深入了解被审计的情况 D 聘请法律顾问 爱的你看 选完这四个就完了 你要知道 我们是没有五个都选的 对不对 爱没有五个都选啊 所以呢 这个E E我跟你这样讲 这还是防范呢 这是没事找事 你要跟被审计商定 出去审计意见 啥意思 我就问你 哎 你看 你要不要五保留意见 还要保留意见 还要否定意见 哇 你跟人家商量 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这是防范于未然吗 这是给自己找事呢 对不对 所以 这不是防范风险 对吧 好了 那答案应该什么呢 A B C D 四个选项 各位清楚了吗 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把第四节 它的一个考点 和我们的第三节 结合在一起 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整个第二章呢 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第二章介绍了什么呢 第二章介绍了 我们的整个的组织架构啊 还有我们的法律责任 权限职责的问题 对不对 当然呢 也顺着最后一个问题啊 刨砖引玉的 把后面的职业道德准则 质量控制 知控的要求 都引申出来了 对不对 好 那第二章呢 我们也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不过呢 第二章啊 在此孙老师温馨提示 今年 现在啊 我们拿的是21年的教材学习 有可能22年 对于银帽间 对于一些具体的细节 可能会有一些小变化 那当然到底会不会变呢 咱们拭目以待 等一等我们的教材 听说了吗 好了 那第二章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